我妈拆盲盒 vs我拆盲盒 看完你绝对会爱上 当当当 够不够少女心 忘了多久没碰过盲盒了 运气应该会不错吧 支持我的小姐妹 记得点赞祝我好运 倒霉熊你还是算了吧 我的盲盒可高级了呢 挖出来还能种出好吃的蔬菜 工具也是专业杠杠的 简直就是费一般实专盲盒 咦挖出来再说吧你 我的说不定还暗藏宝石呢 虽然看似普普通通 里面究竟是啥子呢 哎呀这小可爱叫什么来着 毛茸茸 有点像牙齿 再来一个看看 这个拿起来有点重量哦 不会是金条吧 哈哈 劝你别做白日梦 手练也不错啊 少女心满满 还是来看我这个比较有趣 先用铲子来敲一敲 似乎没啥反应 锤子应该总行了吧 万万没想到刷子才是王道啊 我只感觉很不靠谱 你们看 有一颗不同的 就算不拆盲盒 有但也是很好玩呢 无狐 这个太难拆了吧 居然球中还藏着球 是一个花朵积木 有喜欢的小姐妹 靠花朵积木 我还是比较好奇 这个特殊的球 给我来个大奖吧 居然是一对闪闪发光的耳环 感觉有点劣质 剩下三个啦 居然是珠宝手链 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呢 突然看到了希望 估计是一个红萝卜 听说冲水会比较容易掰开 还真的没骗人 可就是这一丁点的红萝卜 属实有点扎心 所以只能拿小熊的球来解解气 一来就拆到公主 还有美美的发夹 这是我的盲盒 怎么就成你的了 反正也是用我的钱买的啊 不合理吗 你们来评评礼 能这样吗 那些年 背着我妈偷偷吃的糖果 你肯定没见过 拉丝糖 第一眼看到这个外包装 就感觉特别有情怀 重点是想拉多长都可以 薄薄一片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这老人眼花的都看不到 就是这玩意吃起来吗 特别粘牙 至于拉丝呢 啥也没看到 差点假牙粘没了 头发也搭进去 安保套餐5加2 看着特别有食欲对不对 咱也不懂5加2是什么意思 无糊 绿绿看着很健康 又是青菜又是水果 这个我妈肯定没意见了 对 饮饮要均匀 加着吃一定很美味 那我就先吃维静了 无法形容的感觉 算了 不会再爱 真水爆炸糖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呀 要是买彩票 有这个运气就好了 一颗就来个空壳 啥也别说 放水里看一下 天啊 这就叫爆炸吗 我还以为会来个七彩菠萝呢 含在嘴里 那个酸爽简直闯进脑袋 我的妈呀 我是谁我在哪 青蛙棒棒糖 不瞒你说 我就是冲着它的造型买的 小时候我妈总会告诉我 吃完这个糖 就会变成一只大青蛙 我才不管呢 就算大猩猩我也爱吃 大大泡泡糖 每次去商场必买它 就是有点小贵 特别喜欢玩这个切一切 想吃多长就拉多长 吃完还能拿来装贴纸 比一笔谁吹的泡泡最大 结果满脸山住了 神龟酸梅茶 一包一毛钱 老板说吃完会变得很厉害 也不知道真假 感觉像沙子似的 现在已经穷到吃土了我 酸酸 特别扎嘴 请问厉害之处在哪里呢 这么多种糖果 你吃过哪几种呢 你知道纳米椒除了贴东西 还能做什么吗 一起揭秘七种隐藏用法 第一种固卡盘 先把一面撕开 拿出家里好看的贴纸 按照自己的喜好 贴一贴 无糊 还有点意思 再重新覆盖一张上去 多余的部分修剪一下 撕开就完成了 轻盈剔透 有质感也有厚度 第二种收纳架 撕开后拉一拉 贴墙上或者柜子上 就可以很方便收纳文具了 重点是不会掉 轻轻一拿就下来 第三种桌面摆件 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烦恼 就很烦 一碰就掉下去 没关系 只需贴一点纳米胶 怎么摇晃拍打 都不会倒 第四种解压泡泡球 拿出一张纳米胶对折 插上一根吸管 用尽吃奶粒一吹一吹 就得到一颗解压球啦 捏一捏很舒服 第五种水晶贴 这样看贴纸的光泽度还不够 没关系 只需一秒就能变成水晶贴 是不是不一样啦 修剪一下 还可以当成美甲贴 哈哈 快夸我省钱小能手 第六种尺子 在空白的地方 画上刻度和数字 包裹上一层纳米胶 就是手上这个太小啦 你去试试就知道啦 第七种画板 在纳米胶上涂一层修正液 吹一吹干 就可以写字画画啦 还挺顺滑的 不比买的差 聪明的你 还知道其他用处吗 做我妈没见过的手工 啥呀 这是 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 开什么玩笑了 吃过的盐 比你吃的米还多 怎么会没见过呢 子鸭子嘴硬 来打赌吧 输的人买这套送一位粉丝 没问题 来吧孩子 拿出硅胶模具 钻石配件 不灵不灵散粉 什么倒叉勺 哈哈 你输定了 绝对是少女心百见 再来两瓶神奇胶水 按一比一的比例到杯子里 加入仙女散粉 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 咦 难道是做你吧 趁现在认输还不会太慢哦 搅拌均匀后到模具里 不用猜了 肯定是百见 你们觉得呢 晾干后脱模 哈哈 像在拔死皮一样 一层一层包开你的心 无糊 这也太好看了 再来装一点猪猪 这不会是羊石吧 没见是真可怕 是那种不讲卫生的吗 我懂了 这是杯垫百见 此处给我妈来点掌声吧 其实她猜的全都错的 最后装个挂钩 大功告成了 少女心满满的 挂钥匙书包上绝绝子 隔壁小孩都缠哭了 那我不是猜对了吗 摆剑和挂剑都是同个意思啊 这不摆明无理取闹吗 你们来评评礼 妈妈输还是赢 礼物应该由谁去买 盘点吸管 奇奇怪怪的隐藏用法 就你这脑袋能想出个啥 我要是能说出来 你接受评论区的惩罚 来吧 谁怕谁 手杖本 你们是不是也经常 新买的手杖活液没收纳 特别乱 拿出一根奶茶吸管 剪一个小口 转圈圈一样剪呀剪 哈哈哈哈 有点像牛牛薯条 一环一环套上去 拉一拉 剪掉多余部分 就得到一本十分完美的手杖本了 怎么扯都不会出来 手杖夹子 没有夹子的烦恼 就是翻着翻着 找不到原来那一页了 剪一小段出来 给它开个口 带来两个硬的纸板 无糊 是不是有点样子出来了 贴上好看的贴纸 简单两步 一个手杖夹子就出来了 又省下好几个亿了 零食收纳 来吧 先请你们吃一口 吃不完的零食怎么办 不夹着的话会坏了 看吧 一条长长的吸管 给它对折一下 然后剪下一个三角形 再开个口 哎呦喂 这也太搭了吧 重点是不会漏 使用起来贼贼方便 照你新笔 家里这种铅笔都会被我嫌弃的 必须给它安排一下 心情只相信你们都有吧 把它装进吸管里 再把铅笔塞进去 哈哈哈哈 大功告成 不仅好看又好用 花圈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老板呀 头发怎么弄都灵外 让我来吧 剪一些小圈圈 弄一缕头发套上去 贴个小贴纸就好了 是不是比原来的好看很多 这下妈妈要接受惩罚了